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来给我买车的 我还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年 我几乎每天早上请来 经常会刷一下YouTube Studio这个APP 它像微博一样 往下一拽就会更新 每次看到粉丝一个都没变 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种堵着的感觉 如果粉丝下降了 我会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粉丝上涨了 我会特别开心 如果涨了好几个 我会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然后急着忙着去给我老公看 我又涨粉了 这么多年她都无奈了 曾经的我有一个梦想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 我学到了东西 做一个博主 过一个自由职业的日子 为了这个梦想 2021年4月 我曾经裸持一份硅谷工作 断了自己的后路 想要一心做自媒体 不知道哪里来的盲目自信 估计是因为还在20岁的尾巴 给我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梦想 付出努力 直到试了 百分之百的努力过了 那种用心 那种付出 那种看不到任何结果 那种只有自己孤独承受的感觉 慢慢地我发现 可能我就是没有这个天分 今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呢 我们先干一杯 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梦想 回到公司 循规蹈矩地继续工作 其实也挺好 有个团队有些事做 感觉到一些所谓的自己的意义 就是这个社会希望我们有的感觉吧 找到意义才能够继续付出 上面铺垫了这么久 就是想说最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两周之内我的YouTube粉丝 居然涨了一千个 后来又涨了好多个 曾经付出了那么多一千个粉丝 一千个粉丝是一个遥远的梦 现在达到了 有一些不真实感 还有那么一点担心害怕 我非常的感恩 大家最近给我的留言和互动 有了你们的支持 也让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不算瞎折腾白忙 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你们 不辜负自己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有梦想 为之努力 从而成长 二十多岁的我 一直追求的是结果 三十多岁的我 试着学习享受的是过程 共勉 共勉 高兴 三十多岁的我 在她的遥运 在她的遥运 中文